大家早晨 歡迎收看11月14日 星期日早上天氣報告 我是陳紹偉 我們現在看看 今早起床的感覺涼涼的 大部份地區的低溫 都是在16至19度 不過見到新界是再低幾度 在打鼓嶺今早的低溫 都是下降至12度左右 晚上雲量不算多 輻射冷卻的效果顯著 所以我們見到內陸 這些地方散熱比較快 低溫都是打鼓嶺 12度左右 我們現在都是廣東元朗地區 受乾燥的東北季後風影響 香港都是吹著偏東北風 偏東北風影響之下 我們的風在北面比較乾 和比較涼的地方吹下來 所以感覺到早晚天氣比較涼 天氣是乾燥 我們今早大部份地區的相對濕度 都在百分之七十或以下 天氣乾燥 紅色火葬危險警告信號都是生效的 要留意其實由11月8日到現在 都是紅色火葬危險警告信號是生效的 都持續了好幾天 都比較風高密措 大家戶外活動 尤其是行山的時候都要留意火種 防止生火 昨天星期六 香港都有不同的地方 都有生火的記錄 大家留意愛護環境 我們在太平山頂望向東邊 這裡是維港 看到日出的時候天色很光亮 天晴萬里無雲 我們再看看望向北邊 大巫山 一直望到九龍半島 二致飛翰山 都看到沒有雲 今天是陽光充沛的一天 我們大範圍又看看衛星雲圖 香港這個位置 我們看到除了我們香港之外 大範圍看到 其實在我們元朗地區 整體來說雲雲不算多 所以廣東元朗地區 都是陽光充沛的一天 只要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預計今天是天晴乾燥 最高的氣溫會上升至二十六度 吹和緩的東北風 最高的紫外線指數 今天預計有機會上升至六 一個高的水平 如果我們出去活動的時候 都要留意 要做足防曬 亦都要留意 喝多點水 和保護皮膚 天氣比較乾燥 我們亦都要留意一下 我們身邊的老友肌 身邊的長期病患的朋友 天氣比較乾燥 亦都要多多關心他們 保重身體 一起再看看 這個星期未來幾天的天氣 又會如何呢 可以參考我們的天氣圖 香港這個位置 這些就是受東北季後風 影響時的等壓線情況 我們看到其實 這個星期未來幾天 其實這些是東北季後風 持續影響著我們華南地區 所以我們預計 其實 未來幾天仍然持續 都是受東北季後風影響 天氣都會是 部分時間有陽光 看到最高氣溫 星期一至星期三 都有機會上升至26至27度 日間天氣都會是相當溫暖 到了本週後期 開始東北季後風 補充有機會抵達我們 是元朗地區 到時天氣就會看到 氣溫稍微略略下降 今節的天氣先看到這裡 祝大家週末愉快